文豪野犬第一弹联动的最后一款皮肤 与谢也金子正式官宣 求生者医生艾米丽成功与其联动 至此第一弹联动的五款皮肤 也算是全家团圆了 但手持物还没公布的分别 有与谢也金子和江湖穿乱布 至于是什么 还是挺让人好奇的 大家也可以自行猜测一下 不过一想到与谢也金子的惨叫响彻庄园 我就很恐慌 游戏里的医生是一位超级特殊的角色 特殊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点 对有但凡还有一口气上存 哪怕是五层战役的佣兵 第二点 医生的道具耐久度永远不会掉 且能够治愈任何伤势 不管是约瑟夫的刀伤 还是心理学家的眉毛以下截肢都能治 第三点 医生倒地的时候 不管你在庄园的哪一处角落 你都可以听得到他的惨叫 医生倒地为什么全地图都能听见呢 我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翻遍了第五人格的动态后 找到了答案 答案是 危险 极度危险 如果一位医者都不能自医 就说明情况非常恶化 这是在告诉我们保护医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会受伤 你总需要借助他的帮助 如果你连医生都不救 那么这局势也基本上完蛋了 因此大家之所以能听见奶妈的倒地的声音 是因为医生在求救 他在等待着大家的救援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选择去营救意大利吗